在人才被出的娱乐圈里,有很多明星都是昙花一现, 却火了几年就销声匿迹了,被新出现的艺人们给取代了。 不少演员曾经都参演过很多的经典影视剧,也红遍了大街小巷。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,最后还是沉寂下来了,何润东就是其中之一。 很多90后都是看着他的剧长大的,如今90后们都长大了, 而何润东也已经成家当爸爸了,在圈里的人气更是不如当年了。 何润东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台湾人,而且还是在名校学习设计的高材生。 当年他在大二的时候,就被音乐制作人给罚绝了,因此而入行当了一名演员。 在1994年,他就客串了梁祝忠的一个角色。 而后的几年,虽然他一路陆续续地参演了不少作品,可是却没有大火。 直到2001年参演的电视剧《风云》,才让他被大家熟知。 当时他和赵文哲一起合作,试验武功高手夫金云,那部剧让他彻底地火起来了。 Z2002年拍摄的玉观影,更是让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。 当初在拍摄玉观影的时候,孙丽和何润东两人在合作中产生了感情,两人在拍摄结束后就成为了情侣。 他曾与孙丽相恋五年,一开始感情还是很不错的。 可惜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,可是那时候的何润东还是放不下对方,甚至多次回去找他,而孙丽却和等朝相爱并结婚了。 何润东这才放弃追逐,开始专心发展事业。 这段恋情结束对他的打击非常大,在很多年后,他才终于走出来。 很多人没想到,曾经与孙丽如此恩爱的他,后来去娶了圈外人当老婆。 在四年前,何润东宣布了自己的先恋情,但是却没有公开对方是谁,看来他对于这位女友真的十分宠爱,在2016年,就马上登记结婚了。 很多人都好奇女党和润东的女人,究竟是何方神圣? 智希和太太曾经是一名尊贵的贵姐,账相肯定是不差的,而且身材样,貌得不输钱女友孙丽。 在婚后和太太就辞去了工作,专心在家里照顾老公,之前和润东再次和孙丽合作,拍摄的《那不难年花开》,在剧中扮演的暖男物品,也是为他圈了一大波粉丝。 近年来何润东的作品虽然减亮了,但是质量一步比一步好,估计是私下里有专业钻研学习演技吧。 毕竟有了这么一位堪比大明星的娇妻,在背后默默支持他,相信他的心图,也会越来越好的。 如今,何润东已经44岁了,虽然不再年轻却成为了人生赢家,在娱乐圈发展多年,自然是有职业比不小的积蓄,而与妻子之间又是如交四期,相处得很融洽,这对于他来说,确实是很幸福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